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提供特色餐饮服务 让来这里的旅人感受艺文的熏陶 加上古色古香的红砖屋 别有一般风味 这是今年全新打造的Big 18红砖屋 而幕后推手就是红志国际集团董事长韩家宏 韩家宏在文化产业深耕20年 带着台湾文创走进欧美市场 走过70多个国家 于十年前创办Big行动梦想家基金会 将国际资源引入 为没有父母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第三个十年 透过社会事业的打造 为即将迈入社会的社福青年铺垫第一里路 帮助他们在社会与职涯上有好的发展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规划社会事业 希望能透过这个社会事业打造 提供更多的发展的平台或就业的机会给我们曾经服务过的年轻的孩子们 所以结合我们本身的专业在文化领域 还有在工艺服务上面 所以会有今天这个红砖屋文化空间的一个呈现 今天开幕查会 我们希望文化的火车头能够在红砖屋开出去 那火车站就在前面 这个非常棒 天使地利人和 让我们这一次的开幕查会 大家都能够创造艺术 让艺术无眼福建 尤其是红砖屋位在宜兰火车站前面 也能够希望透过它这个艺文火车头的概念 透过一个新的经营的模式 那希望能够让宜兰这个也很有内运的 这个文化的体育 能量能够发扬光大 如话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财短法人吴子西瓜基金会创办人王建轩 与韩家宏董事长 在Big 18红砖屋共同打造黄金书屋 提供各界人士透过捐书做工艺 让更多人感受书香气息 我们推动黄金书屋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字 大家都不太注意 我们现在台湾有40%的人 一年一本书都没有看 不读书你就书 非常清楚的字 所以我们现在很荣幸地在宜兰 这个县长也很关心 让这个洪志到这里办 那我们中间呢 就有黄金书屋来做 为全台社湖儿哨打造的全台工艺达人秀 为孩子们再造展露自省光芒 实现梦想的舞台 今年推出的Betterfly 玉碟计划 透过教育筹资 进一步协助儿哨生涯发展 促进自我实现 期望在大众的关注与支持下 一同孕育设服儿哨的美好未来 新东宝家当初成立的原因 其实就是希望透过教育 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翻转他们现在的困境 拥有更好的未来 全台工艺达人秀的前身 其实是我们每一届的成果发表会 那希望透过成果发表会 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能够让每一个孩子 在学习过程中 培养他们自信心 累积他们的成就感 帮助他们下一阶段的学习 工艺就跟品牌打造一样 一步一脚印得到认同 韩家宏在工艺领域深耕十年 透过Big行动梦想家的视角 也让大家看见 弱势而少的生活状况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转动 整个社会上的循环 对 因为这些可能缺乏 家庭资源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在社会上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环境的影响 那可能导致他们常常 没有办法去选择 他们真的很喜欢 或者是追寻他们的梦想 那我会希望可以透过基金会 还有自身的努力 那一起去协助他们 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这样子 这个基金会方面来讲 它是对个别的小孩子 都非常有爱心 非常愿意花很多时间 也是给他们很多的指导 这个是帮助自己 帮助社会 也一定要帮助这些比较弱智的小朋友 在我们的这个学乡梦家里面 没有所谓的弱势强势 大家都像家人一样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分享 但相对这个社会来讲 其实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心血 不断投入到这个职场 对于这企业来讲 不断有这些年轻的心血加入 其实它会活络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整个公司的一个成长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 就是我们常常讲善的循环 我们从一个比较爱心的角度出发 去关怀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本身 跟我们的企业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